哈喽大家好我是明苏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德州黑暗英雄的故事 没错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德州电剧杀人狂 由身材相当哇塞的明星达达里奥主演 所以你们都懂得 露个胯胯轴子 奔跑起来晃荡玻璃球子 镜头那是相当火爆 这部影片的背景承接1974年 人皮莲所在的索耶家族被警察找上门来 本来通过谈判 索耶家族同意将人皮莲交出去 但彪悍的小镇居民全都不干了 以常规为首的镇民全副武装 所以把大火过后 德州著名的恶魔家族就此烟消云散 当然罪魁祸首人皮脸也应该死了吧 在清理战场的时候 一对夫妻在车库里 发现了一对受伤的母女 男人的妻子刚好生不出孩子 于是一大脚腰子踹过去 把索耶家族的女人踹死了 把小婴儿给拿来把拟了 时间一晃来了多年以后 这个外貌无比哇塞的女孩名叫婴子 这天闲来无事 正准备和男友S打仆丑 没想到门铃不合时宜的响起 一份意外的遗嘱 彻底打破平静生活 原来她有一个从来都没见过的奶奶去世的 留下了一栋豪宅需要去继承 婴子觉得很奇怪 自己到底有几个奶奶啊 亲奶早就在几年前去世的 怎么又去世一次 于是她赶回家询问自己的父母 没想到父母也不藏着掖着 告诉她由于她老妈没有生育的能力 这才在外地收养了婴子 但他们不想让婴子去德州继承遗产 因为婴子原来的家人都是人渣 没有任何必要回去寻情 奈何人都对自己的身世充满好奇 于是回到家 婴子就和男友商量 取消拉斯维加斯之旅 准备趁着假期去往德州 男友自然不放心她一个人过去 咱这可是经典恐怖片 你一个人怎么能行 总得有人替你见辈吧 于是就叫上了闺蜜S 和闺蜜的男友W 一辆破面包车上 几个俊男靓女踏上未知之旅 纯纯的美国恐怖片标配了 路上一行人在加油站补给 又遇到了一个背包客永强 便让她搭个方便车 整整开了一夜之后 五人到达了地图上的位置 锁椰庄园 律师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他告诉英子 这个庄园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但是不能卖 这一点在文件里面都已经说明了 律师把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他 并郑重的拿出一封信 这是他奶奶写给他的 里面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事 务必要马上就看 可英子已经被幸福冲锅了大脑好吗 原本以为奶奶留给自己的 只是个小破坑 没想到竟是这么豪华的一个庄园 从前庭到房子都得开车 走路都可能迷路 这不存存的小说里的故事吗 兴奋都兴奋不过来呢 还哪有时间看信 去你妈得扔一边了 来到屋子 发现里面更是奢华 名贵的石墓家具 纯颜的餐具 还有中国的陶瓷艺术品 原来奶奶这么有钱呢 咋不早点把自己接回家呀 英子的本职工作是超市的服务员 观光服务别人 天天上十几个小时的本类懵了 奶你咋不早点死啊 这个庄园大到何整地步 竟然拥有自己的家族墓园 只是英子没注意 那墓碑上的日期 都是统一的8月19号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天死的 时间来到晚上 大家准备在庄园里生活做饭 可是没有食材 美国的老太太不会过日子 不知道在园子里 种点土豆茄子 豆饺子啥的 他们只能去邻近的小镇采购 临上车时 背包客永强 决定留下来收拾一下房子 英子也没有多想 都是年轻人 谁还能偷东西咋的 于是就把钥匙全都留给了他 然而城里的孩子 根本不懂社会险恶 背包客永强 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为穷游都是怎么游的 走一路偷一路 贼路走空 牛书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时候 就是不说了 各种银制的刀叉盘子碗 苦苦的往背包里塞 把这小子乐懵了 之后他无意间找到了一山门 打开后发现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 做一个如此奢华的豪宅 餐具都用纯饮的 那地下室里不得充满宝藏啊 于是想也不想的冲了进去 没想到人形恐怖大杀气就在此处 地上有一个啃完骨头的餐盘 涌上一脚就踢到旁边 身形高大的人皮脸突然现身 原来在当年大火中 人皮脸也没有被烧死 至于怎么没死 咱们就不知道了 房子都烧成废墟了 你还没死 你的确有两下子 另一边英子几人在超市里采购物资 遇到了年轻的警察玉田 他好心的推荐了一款适合烧火用的碳 在鲜料中得知英子是索业家族的一员 这个时候镇长常贵出现了 英子当然不会知道 镇长常贵就是灭他全家的带头大哥 等回到家以后 几人全都傻眼了 没想到背包客竟然是一个小偷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卷走了 可是也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房子里的好东西多的是 丢点破盘的破碗也没什么 英子一听有道理 马上解开心结和朋友喝起了啤酒 规避的男友W 开车在厨房里麻烦 意外发现了那个密室 他招呼大家一起过来看 但外面的音乐声太大 其他人都听不见 于是W一个人走了进去 刚进去就发现一台血迹 和背包客的包 心知大事不妙 转头要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人皮脸一个回手掏 另一边恐怖片里的老套路又来了 女主的闺蜜百分百 和女主的男友有一腿 S和W正在马圈里打扶 看见 这美国的年轻夜也太乱了 毫不知情的英子正在房子里前逛 偶然间看到家族成员的照片 他们都带着同一款家族项链 样式和英子胸口的烫痕一样 这个烫痕大家都知道来历吧 记住了 后面有大用处 之后他在一个房间里 看到了奶奶安详的干湿 一下被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冲到楼下 想找男友几人 然而却在厨房里 看到了陌生的两米壮汗 力量足 速度还得快 英子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被一把拍晕过去 毕竟是年轻 睡得快醒得也快 英子只听到耳边 响起电锯巨尸体的声音 然后朋友W就被挂了起来 英子尿了一地 感受到裤腿的温度 他终于鼓气勇气 一步一步的爬出了地下室 这个版本的人皮脸 绝对是得到史诗级的加强了 正在那肢解敌人念 灵机一动 马上就发现了逃走的英子 提着电锯就追了出来 走通路的英子 顺势躲进奶奶开棺的棺材里 前几步人皮脸的智商 都设定在拔碎 这一步开始智力担当了 一眼就发现了英子的藏身处 冷冷一笑 雨伤关心 拉响电锯 这边正在暴力开箱 打扑克打到一半的S和H 听到了声音 这门庄园里还有电锯声呢 他们开始往牧原这边喊话 谁呀 大晚上的呀 不愿意好好睡觉了 坏脾气的人皮脸 当即拿着电锯来聚他俩 直到那个大块头来得远前 这俩人才看清是怎么懂一些 我的妈呀有变态 这时S发现马圈里有把松管裂 抠动扳机一枪闷了过去 但不确定是否打中目标 好在英子及时开车冲了进来 慌不择路的H 朝着大门猛冲过去 没想到这门这么结实 车子竟然熄火了 怎么也点不着 这时猛汉人皮脸拍马赶到 车子虽然逃出了庄园 但猛汉已经胜券带握 果然没过多久 车子就侧翻在马路上 哎是当上嗝屁 雨扇关金提剧来到 嘎嘎嘎的开始各种剧 眼看好闺蜜就要死于马下 英子勇敢的站了出来 大声嘲讽吸引仇恨 他一路奔跑方国围栏 来到了一处人员密集的游乐园 今天游乐园正在进行圣诞节活动 各种各样的杀人狂猛骑浴团 大家还以为人皮脸也杀了四元呢 英子一边跑一边让大家赶紧报警 但别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 为了躲避电锯加深 英子跳上了运转的摩天轮 维持治安的警察 雨天及时来个现场 智能壮汉扔出飞居后消失不见 巡警队的光头发现了面包车翻车现场 只见车厢里血迹斑斑 却没有伤者的尸体 他连忙呼叫总部通知警长 这时英子已经被雨天带回了警局 他在一大旧报纸上发现事情真相 恐怖的家族把自家农舍变成屠宰场 当时整个家族被警察和镇民包围 警长和现在的市长不顾索业家族的求饶 一意故行发生了枪战 索业家族被屠杀干净 投了英子自己 他还看到了那张象征胜利的大合影 里面有市长 镇民还有警长 而警长和市长这边也得知了人皮脸还活着 简直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那场大火竟然没有把人皮脸烧死 期间警长接到光头巡警电话 他已经顺着血迹来到了房子里 接下来的剧情就更加离谱了 明明都知道人皮脸沾点超级英雄飞人累了 市长还非得让他去干掉人皮脸 并且要求开手机直播 啊 我啊 光头被迫开始表演 他一路摸到了地下室 里面的血腥场面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人像猪肉绊子一样被随意挂在四周 此时的光头多少点紧张 慌乱之下 射杀了没死干净的S 随后关闭直播 发誓以后再也不逞能了 打算赶紧逃离这里 和大家会合之后才不害怕 可惜已经晚了 被一斧子掏死 光头平时的伙食挺好 多少有点肥头大耳的 人皮脸觉得这个型号挺适合自己 于是就用他的皮 缝了个心里人皮面具 怒火中勺的常规 知道英子也是索业家里愚孽 准备先解决他 没想到英子已经先一步逃离 他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律师 质问律师 为什么不告诉家里养个魔鬼 律师还告诉英子 你是杰德的表妹 唯一的亲人了 别看他身材高大 但智商只有拔碎 英子忍不住有了张麻子的疑惑 这他妈拔碎 而且律师早就听主过了 第一时间看信 你不看又怪谁呀 这时候市长已经追了过来 英子成功逃脱 碰巧遇到了年轻的警察玉田 赶紧坐上了他的车 奈何市长是他爸 画面一转 英子被带到屠宰场绑了起来 玉田用对讲机联系光头巡警让他过来 只是刚才发生的事 他不知道光头已经应语殉职了 人皮连在对讲机里 听到内容后冷冷一笑 抄起电锯向仇人杀去 你们知道这十几年来 他是怎么过的吗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复仇 如今终于等到机会 还是那句话 这他妈拔碎 趁着玉田出门去接应市长爸爸 电锯壮汉踩进步走了进来 一把电锯架到了英子的脖子上 眼看就要空洞扳机 但是停住了 咱们别看壮汉的智商只有拔碎 但没事也愿意往雪白上瞅上一瞅 嗯嗯 怎么有家族项链扒痕 气温之下才知道 这是表妹 就在壮汉放开英子之后 突然受到重创 被打倒在地 他们用铁链缠住壮汉的脖子 准备塞到脚肉机里弄死 同时嘴里还嘴巴狼急的 把索业家族一顿臭骂 一家臭傻子早就该死 逃出生天的英子 被一声声叫骂激怒 干脆抄急把分叉杀了回来 一叉就囊死了一个 接着他将地上的电锯丢给表哥 释放吧 暴露壮汉 把你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简简单单几下 市长已经落入下风 关键时刻 警长赶了过来 市长觉得自己这下可得救了 让警长快点开枪 打死眼的 然而警长是一个有信仰的警长 手里没事就拿着本圣经 当年市长带人一把火 烧了索业家族 他心中有愧 警长收起配箱 默默转身离开 这部电影的三观 似有那么一点扭曲的 英子在发现人皮脸是他表哥之后 瞬间望却闺蜜和男友 被杀的事实 这是我想不到的 而警长不顾人皮脸 杀了那么多人 稀里糊涂的要坚持自己的正义 这也是我想象不到的 兄妹两联手 将市长搅成肉泥 最后的结局更加神奇 在听说女儿继承了一个状元后 想分一杯羹的养父母 拎着大包小包赶了过来 没想到开门之人 居然是手持电锯的壮汉 英子这有点太翻脸无情了吧 毕竟养父母给你拉扯大点 虽然没给你多少财富 让你去超市里打工 但也不至于转身 就把人家给拒了吧 你呀那真是借钱眼开